访问埃及,定调战后秩序 利用台湾牌,敲打美国以色列 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 到访了金砖成员国埃及 分别会见了埃及的总统和外交部长 这个时间点卡的实在是太好了 怎么回事呢 在什么交叉口呢 首先一个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 咱们的赖宝成功的动算 美国为自己的小汪汪当选 祝贺难免呢就放飞了一下自我 搞了一个准台独声明 加上呢,野门封锁 红海地区导致美国和他的盟友 空袭了野门胡塞武装 事态升级 美国在中东进一步被孤立 所以呢,这两件事达成了王毅到埃及访问的 这个关键节点 另外呢,埃及首都是什么地方啊 开罗 1943年在开罗发生了什么事呢 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是什么的前提呢 是联合国宪章的前提 也是联合国纲领性文件之一嘛 也是战后秩序的象征 咱这么说 以色列今天能建国 它的存在是战后秩序的体现 以色列现在的行为又违背了战后秩序 因为有了联合国 以色列才可以建国 才变得合法 否则就连机会都没有 富国主义永远都可能是梦想 在这个背景和前提下 王毅外长到访了埃及的开罗 美国呢,非常非常的担心 为什么,现在不是你再重申不支持台独的时候了 没有意义了 中国在干什么 这个意图还不明显吗 冲着谁来的 那还用说吗 以色列呀 告诉美国你可以随便打你的台湾牌 幸好呢 我站在阿拉伯世界的一边 支持两国方案 否则呀 像伊朗这帮人 他们可不支持两国方案的 伊朗支持什么 到时候你台湾牌没法明白 富国主义实体变成富国主义梦想了 这可是伊朗的立场 现在中国支持谁的立场 沙特阿拉伯跟埃及的立场 庆幸吧 那王毅干什么去了 王毅这次的目的 支持埃及声援巴勒斯坦 稳定欧洲 这是他的目的 但是呢 他必须得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论证美国违背了战后秩序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这一次王毅到埃及去访问 体现了大国外交的精髓 一环扣一环是相当的严谨 非常非常的精彩 怎么回事呢 首先一个利用战后秩序 来震慑美国及相关盟友 你怎么能证明美国违背了战后秩序 如果美国没违背战后秩序的话 你再去另起卢照 显得非常的不得体 你首先得证明美国呢 他违背了战后秩序 什么意思 你破坏战后秩序 所以呢 我就可以改变一下所谓的战后秩序 因为这个战后秩序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那怎么办呢 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首先用美国祝贺赖赖清德动算来谈战后秩序 因为战后秩序是这么说的 王毅怎么说的 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 都改变不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都改变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他表面上谈是台湾 表面上谈的是一个中国 实际上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战后秩序的纲领性文件呢 谈开罗宣言 以及因为开罗宣言而产生的联合国家宣言啊 联合国家宣言代表着什么 联合国的权威啊 联合国权威涉及什么 涉及巴以局势与胡塞武装 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事啊 涉及到整个中东的这个格局啊 所以这个里边大家看到了 这个严谨的程度 一环扣一环呢 这就是外交策略 非常非常的精彩 非常非常的精密 王毅呢 接下来阐明了立场 开罗宣言明确规定 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 归还给中国 此后呢 波斯坦公告第八条 开罗宣言的条款必将实施 然后王毅说了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岛内想谁想排毒 就是分裂中国 国际上谁要违反一中原则 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干什么 点名道姓的 针对谁 针对那些制造台独的这些人 比如说我们的台独工作者 赖清德就刚刚动钻这一位 更重要的是针对谁 针对一个麻烦制造者 这个麻烦制造者就是美国呀 你看这里边说的 谁要是违反一中原则 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美国有没有一中原则 美国没有一中原则 美国那个东西叫啥 叫一中政策 现在中国非常非常的明确 坚决反对美国所谓的一中政策 同时告诫美国 你违反了战后秩序 这就是给美国定的调 怎么定的调 1950年在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之际 派出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 把台湾问题延续到今天 就是违反了战后秩序 你违反了战后秩序 你违反的这个战后秩序 跟谁相关啊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相关 因为他跟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相关 那我今天就要管一管了 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超级大国 中国是世界上响当当的大国 中国可以制造自己的标准 中国也可以创造自己的体系 那现在我怎么办 要拿巴勒斯坦跟以色列来创造一下这个体系了 你打台湾牌在先 台湾牌是一个虚的 真正的东西在哪 在巴勒斯坦以色列 这就定调了 因为美国违反了战后秩序 那现在呢就应该惩罚美国 怎么惩罚美国 惩罚美国那个最痛苦的部位 我之前说过以色列是美国的什么 有人说呢以色列呢是美国的儿子 我认为不对 有人说以色列是美国的爹 我认为也不对 有人说以色列是美国的小祖宗 我认为更不对 以色列是美国的什么 以色列是美国的蛋蛋呢 现在这个逻辑通了吧 中国要干什么 带着全世界搞两国方案 两个主权国家的两国方案 巴勒斯坦在以色列的旁边 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然后在以色列的边上 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军 和建立军事基地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意味着什么 罪翁之意不在酒啊 你以为是台湾 没想到是以色列呀 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 那头一个用战后秩序来定调的 第二个是什么 支持埃及声援巴勒斯坦 稳定欧洲 这才是中国为世界和平所促进的关键砝码呀 而美国是什么 美国最终成了 他不仅是破坏了战后秩序 而且他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 他没有能力再领导这个世界了 现在呢问题就在这块 那我们回顾一下红海危机 那谁最受伤啊 谁因为红海危机最受伤 那肯定是埃及 为什么是埃及 红海这块 美国和英国空袭了野门胡塞武装 等于说红海这个地区的事呢 逐渐升级了 扩大了 那受伤肯定是埃及呀 为什么 关键的苏伊士运河收入减少了 它会破坏埃及的国家稳定 比如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嘛 第二个受伤的是谁啊 或者更受伤的是谁 更受伤的是欧洲啊 因为中东的能源被切断 经济与产业安全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欧洲恐怕再一次被美国收割 再一次去工业化呀 而且假设埃及内乱出现了大量的难民 大量的难民去哪呢 那肯定是去欧洲啊 假设埃及内乱 然后导致北非的门户大开 非洲的难民外溢 涌向什么地方 涌向欧洲啊 所以呢 所以埃及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点在这儿呢 还有假设埃及的另外一派 穆斯林兄弟会上台之后 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 大家可以仔细分析一下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埃及 稳定的埃及 利好周边国家 利好欧洲 同时也利好以色列 甚至美国 什么意思 告诉世界 制造麻烦的是美国 美国制造麻烦可以 但是解决问题 你解决不了 如果埃及不稳定 那对于以色列来说 想想自己的未来吧 这就是一个灵魂拷问嘛 我们现在看到了 王毅谈红海危机 王毅谈红海危机 想解决红海危机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目的是在中东孤立美国 为什么要在中东孤立美国呢 因为中国要抢夺中东未来的产业标准 石油人民币 新能源人民币 这才是关键啊 所以这次王毅谈红海危机 他谈到了原因 原因是什么 巴以冲突的外溢 美国英国袭击胡赛武装 没有联合国的授权 什么意思 就是你的行为是非法的 你破坏了战后秩序 你破坏了联合国的秩序 你破坏了联合国的权威 那中国会不会授权呢 那肯定不会啊 中国不会授权呢 你就不能打 那你若想打 你就破坏了什么 破坏了联合国的秩序吗 那怎么办 美国破坏了战后秩序 现在呢 又不遵守联合国的权威 那怎么办 另起炉灶 建立新秩序啊 那之前那谁 刘建超不是说 中国没有意图改变现在的秩序吗 那是中国认为的现有秩序 不是美国定义下的现有秩序 另外 是在美国遵守战后秩序的前提下 你美国战后秩序你都不遵守了 那中国为什么还要遵守美国所谓的战后秩序呢 中国要干什么 你美国的秩序不中用了 你自己想违反就违反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中国要另起炉灶 中国要建立自己的标准呢 所以大家看到了台湾这张牌的重要性啊 台湾这张牌是什么 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台湾重不重要 台湾不重要 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抓手呢 因为这个抓手很重要 目的达到了就可以 中国需要做的是什么 证明美国是违反战后秩序的那一个 中国随后建立的新秩序 这就是大国竞争 什么重要 什么重要 台湾这个小破岛子 早晚都可以收回来 但是关键点是什么 世界的秩序我要抢夺 就是这个 你现在要证明美国是什么 美国是麻烦制造者 当你证明了美国是麻烦制造者之后 你就怎么办改变美国的秩序 如果他不改变 你就自己创造秩序 就这么简单 这才是大国博弈 然后呢 王毅谈到了什么 谈到了巴以局势 巴以局势他这么说的 巴勒斯坦问题已经延宕了76年 台湾问题已经延宕了70多年 你看看 如出一辙 这一历史不公 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复国必定要统一 你看看这个共鸣 看看这个共鸣没有 然后中方认为 现在开始齐连输出了 中方认为 四点 头一点立刻停火 这一点 以色列坚决反对 第二点 救援物资马上到达 这一点 以色列坚决反对 然后加沙的未来治理 由巴勒斯坦人民决定 自己好好想想啊 如果今天公投 谁当选 是法塔赫还是另外一主 大家好好想一想 这一点 以色列坚决反对 第四个 达成1967年两主权国家的方案 这一点 以色列坚决反对 四点建议 都是以色列坚决反对的 而且王毅是到埃及亲口说出来的 否定了美国西方以色列之前所有的方案 站队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 到这块 包括这四点建议 包括对红海的看法 他这个恶心程度 与昨天那个台湾牌 差不多啊 差不多 如果稍微落实一点的话 对于以色列来说 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如果美国反对呢 反对无效 因为你没有实力 中国有实力 把复国主义实体 变成复国主义梦想 两国方案是帮助以色列 这就是外交 看看精不精彩 你看看这个过程啊 利用台湾牌论证美国违反战后秩序 利用违反战后秩序连结巴以问题 利用联合国权威道德约束美国 利用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中东孤立美国 通过支持埃及稳定欧洲 通过两国方案获得中东产业石油人民币 最后构建中国自己的全球秩序 切入点在哪 在台湾 台湾这张牌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工具 怎么看 底下留言 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义想定义一下 谢谢大家